大家好 我們是iMatchmaker 顧名思義 i的話就是中文的i的一個羅馬拼音 那Matchmaker就是媒人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成為全球華人的一個專屬媒人 把全世界的好對象都送到我們使用者面前 但是有趣的是另外一個AI的含義也是 我們現在也有在開發人工智慧的相關的一些系統 所以也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系統 之後能夠讓全球華人我們的每一個使用者 都能夠有一個人工系統幫他們專屬定製的一個專業媒人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我是在金融界工作超過十年的Investment Banker 然後我大概在2012年的時候遇到我現在的太太 也是這個iMatchmaker的共同創辦人Ti Lane 那他在美國求學工作生活了七年之後從美國回來 那我們因為葡萄酒就是相識然後在一起 然後我們同時在安和路元氣的對面 我們開了一間小小的一個boutique的wineshop 那很好玩的是說開了wineshop之後就會有很多的朋友 然後從四面八方來找你就是品嘗不太久然後聊天 聊到後來其實最後的話題都會變成是一個fundamental的需求就是 你們兩個過得這麼幸福那你們幫我找一個對象 然後更有趣的是體內那邊的朋友其實都是男生 男生找體內說你們能幫我介紹一個好的女生 而且這些男生其實都是可能之前體內在美國 然後就是生活工作的時候認識的一些ABC或者是second generation 那我這邊的話反而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在台灣這邊金融界工作超過十年 其實我認識蠻多在台灣金融界表現還蠻好的一些 中階的VP以上的一些女性的主管 那他們在過去的人生經歷上在職場上都有一定的成就 可是在努力工作的時候那個時間就一點點過去了 所以他們就跟我說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很不錯 我的工作我也可以很獨立的生活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找一個人跟我做伴 但是身邊的環境好像都沒有這樣適合的人 我們就覺得說為什麼不能夠把他們湊在一起 這畫面上的左邊就是我們一個 畫面的左邊就是一個非 各位看的左邊 是一個我們的好朋友 那她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ABC 然後second generation 現在在中國上海的一個外資FMC局 當中華區的總經理 那右邊這一個就是我剛才說 在台灣的一個投資銀行 然後做到VP等級的一個 算是中階主管的一個女生 那我們有在想說怎麼樣去把他們介紹在一起 但是很不幸就是他們兩個的schedule都很緊 所以很難去幫他們湊在一起 我們想說到底其實他們很適合對方 但是出了什麼問題 讓他們沒有辦法再有機會認識彼此 開始了這個念頭之後 我們就去做一些簡單的就是 市場研究跟身邊朋友的詢問 發現其實有一個滿有趣的現象是 第一個當然是華人其實有一個傾向就是 我們其實還是希望能夠找一個 可以溝通可以share一個 基本的就是文化跟價值觀的 一個另外一半 但是同時間我們又發現到 大區域跟城市之間的性別不均 怎麼說就是我剛才說 其實在台灣有一群真的還滿優秀的女生 但是生活圈裡面似乎找不到一個可以匹配的男生 那反而在美國其實有很多還滿好的ABC 但是在美國人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其實亞裔的華人的男生相對的 是沒有那麼受歡迎 或者是他們在他們的LOGO community裡面 不是那麼好找一個華人的對象 那這樣子的狀況其實 要怎麼樣去能夠讓這些人有機會 遇到另外一半 其實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線下的這種聯誼 或者是朋友之間介紹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其實是透過網路或是行動的科技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五眼福街 去認識一個對的人 但這邊要先說明的是說 所謂的突破地獄的限制 不是說我一定要去找一個 跟我不在同一個地方的人 而是說我不要把這個location 當成是一個我擇偶的一個 yes or no的限制 而是只是其中的一個條件 那這樣你放寬你的心胸 放寬你的這個條件 你其實更有機會去認識 就是對的人 但是又話說回來說 其實市場上已經有這麼多的dating app 為什麼就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讓這些人能夠有這個機會 去使用這些application認識人 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其實大家耳熟能詳的 TinderMatch.com eHarmony 他們都不是特別為了華人去做設計的 那第二個是 也有很多就是 不是那麼好的dating app 其實在使用上 都會讓大家覺得說 假帳號啊 詐騙啊的問題很多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話 要怎麼樣去同時 滿足大家的需求 又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為華人量身定做 而且是真人去把關的一個 優質的mobile app 本來是想要放這個東西給大家 但剩五分鐘我就先跳過 不好意思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 就是說 還蠻感謝Tilent的支持 因為他share了我這樣子一個vision之後 他還特別去 紐約有一個matchmaking institute 去拿了一個certificate 所以我們很自豪地說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其實是有一個 有認證的專業美人 有華人背景 而且是就是 從女性的角度出發 非常體貼的一個優質的一個app 是對我們來說 這個是可以跟市場上 目前既有的這些 就是同業有一個很好的區隔 主要的三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的tucky audience 是全世界的華人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location based 就是說你台北只能給你台北的人 或者是上海只能給你上海的人 對我們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一個人 他的條件是不是適合你 那區域真的只是其中一個選擇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怎麼樣去為華人體貼著想 就是一般的dating app 他的界面其實要不就像聽著一樣 一直swipe 另外一種就是給你一堆的照片海 然後你在裡面 第一個是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找起 第二個是你也很容易被你的熟人朋友看到 那對華人來講其實這是有點尷尬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是用每日配對一到兩個的方式 而且你可以選擇不要跟你的Facebook好友配對 然後去避免掉這一個尷尬的時刻 第三個很重要就是我們 每一個使用者上來 我們都會去看他的profile 看他的profile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我們確定他不是一個假帳號 不是一個詐騙的帳號 第二個我們也能夠去確定說 他的這個upload的這些內容 其實是不會有不合適不雅的內容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就是 直接去看到一些就是以前tinder或match.com的時候 會容易看到一些其實不是很舒服的一個照片 那我們都能夠去把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用人工的方式去做過濾 很辛苦可是我們覺得很值得 因為最後出來的整個 貨跟user的feedback都很好 那講到的competition的話 其實這就是剛剛卡爾講的很好 就是這個是一個fundamental的需求 然後已經有這麼多前不後繼的人進來 但是總是可以去找到一個differentiate的地方 對我們來說我們differentiate就是 我們真的care使用者需要的東西 而且是希望能夠把好的對象 就是送到我們使用者面前 讓他自己去思考去決定說 這樣子的人適不適合我進一步的去認識他們 另外一個最後就是我們還 就是不只是在線上幫你配對 我們還希望說你打開了聊天室之後 我們能夠讓你更多的方法 或者說是incentive去把對方能夠約出來線下見面 然後進一步發展更long term的一個relationship 所以我們叫我們自己是最雞婆的一個dating app 這裡就要講到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說 其實這有時候我這種開始做這個project之後 我自己有一個privilege 我可以使用所有的dating app 我才不會管我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會覺得說 其實裡面有遇到這種假帳號真的很 就是使用起來其實感覺很不舒服的 如果我真的是想要找到另外一半 這個是某一個還蠻知名的在東南亞的dating app 左邊是我的手機 右邊是我工程師的手機 打開同時照相就發現 這邊這一個可能比較小 這邊這一個女生她的訊息就是 嗨 你有一張照片好美 同一個女生在我的工程師的最上方 同樣的一句話 最下方不同的女生不同的名字 還是同樣一句話 嗨 你有一張照片好美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認真陪對服務為什麼會有這種很奇怪的NPC跑出來 就是她不是真的人啊 你為什麼會讓這些人在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讓我不知道在這邊浪費什麼時間 Anyway 對我們來說我們想要做的其實就是 真的能夠把全世界的好對象 然後放在我們使用者面前 讓他有這個機會去遇到對的人 我們2月的Open Beta版在App Store上市 然後4月的時候 Official版在App Store跟Google Play都上架 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來自28個不同國家的華人使用者 這個真的很神奇 因為我們沒有下廣告 但這些都是口耳箱傳來的 然後另外一個很神奇的是 我們有去做過調查 這樣28個不同國家的使用者 其實50%以上的使用者是覺得 OK 其實只要是對的對象 其實location不是那麼重要 只要是對的對象 我願意去跟他討論未來 這個long distance的問題怎麼去解決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我們挑了一個對的題目 而且真的滿足了他們的 就是對於 fundamental這樣子一個relationship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做口碑 然後媒體的曝光跟一些內容的現象 那非常感謝就是創業之星 就是數位時代也幫我們有 針對這樣子的東西做了一個主題 然後做了一些曝光的 這個部分也謝謝數位時代跟專業小劇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很雞婆的dating app 其實除了線上我們希望能夠 一個好的quality的一個process 跟對象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做一些 不一樣的線下活動 不是那麼單純的dating app 而就是speed dating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其實 性別的就是比例的差距 其實你在怎麼去做speed dating 在台灣可能都會 傾向變成是女多男少 在灣區可能傾向都是男多女少 那你在怎麼speed dating 在看的都是同一群人 所以那個其實意義不大 可是對我們來說 比較重要的線下活動反而是 你在我們的線上能夠成功的 找到一個對象開啟了聊天室之後 我們當然希望你能夠跟他 有進一步的線下的一個接觸 所以我們辦了類似像 跟台北愛樂DJ沈紅原辦了一個爵士的講座 就希望我們的使用者可以 邀請他開啟聊天室的對象來參加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七夕情人節 也跟台北萬好酒店 辦了一個七夕情人節的晚餐 那我們也邀請就是在我們的app 林成功開啟聊天室的使用者 來跟我們一起享用這個七夕情人節晚餐 然後更有趣的是在8月27號 我們有一個專業攝影師 幫你拍無敵相親照的這個活動 這是一個免費參加的活動 而且這活動的inspiration其實是來自Airbnb 怎麼說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irbnb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他會請專業攝影師幫你的物件 拍專業的室內的一個造像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 一般的舞主如果用很普通的相機 或手機去拍的那個就是室內物件的那個 那個相片其實都 那個效果都很不好 在那個就是他們的平台上 點擊率其實都很差 但是所以Airbnb後來就覺得說 那不如我去找一個專業攝影師 幫你拍一個美美的照片 放到平台上果然點擊率 馬上就往上狂飆 那其實在DNAB其實也是一樣啊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的那一個 profile的那個picture 那你自己去用手機去用那種就是自拍 其實那個效果真的會 還是會有差距 那第二種就是 用美圖修修那種已經修到白到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那種人 那個也很不舒服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希望去找一個 真的專業的攝影師 然後幫你用一個好的角度 不是過分的修飾 然後去呈現你最舒服的一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對使用者來講 都是一個能夠提高那個 配對成功率的一個 好的一個活動 那要怎麼參加這個活動呢 就是如果單身的朋友 那就請下載我們的APP 就是App Store 或是Google Play 然後在下載完APP完成檔案之後 再聯絡我們 就是In App Message裡面 跟我們講說 我要參加這個活動 就OK了 8月27號的下午是免費參加的 好那最後的最後 要怎麼樣去下載呢 那就是直接在App Store跟Google Play 去搜尋AIAM 就是iMatch Maker的縮寫 那就可以就是找到我們的APP 然後下載 那今天的話 也很感謝創業小巨 所以我們特別有 就是準備一個專屬的優惠碼 Bnext68 Bnxt68 就是第68場 那到時候完成檔案之後 再輸入優惠碼 也可以就是得到extra 就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我們的 In App的Service 是有裡面的Token去使用 那我們在輸入優惠碼之後 會有給您就是extra的Token 來使用我們的服務 那我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